刚刚我们跟简志中先生从他最近推动319儿童艺术工程下乡 五年后终于完成 再讲到他自己个人的小时候看戏的那个感觉 然后聊到大人跟小孩子看戏不太一样 经过刚才社长这样一说 我就有点懂为什么小孩子看戏这么投入 因为他自己他就全部都是真的 所以我每次表演的时候最喜欢跟小孩子逗小孩子 就会问小孩子说台上的人怎样啊 那大家都会觉得你好笨啊 我看到你都没看到这样 小孩子就非常紧张 那小孩子的紧张就是最可爱的部分 我们时常看到小孩子 哇好投入好紧张 在看戏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偷偷笑 笑什么呢 笑其实我们以前不也是这样子 不也是这样长大的 尤其是那个第二里路武松打虎 那个老虎啊 那五十跟五百啊 跟武松啊在那里躲老虎的时候 三个傻蛋在前面 老虎都在后面了 你知道我们大人觉得很好笑 可是小朋友急啊 在后面在后面一直叫 生怕那个老虎把他们吃掉了 我们我们那个阿迪古在那个动作机上 也是差不多也是那个爸爸 爸爸在寻找小孩的时候 小孩就在他后面 好像紫风车永远知道小孩子最可爱就在这种 他着急他越着急越可爱 对对对 然后他的着急在于他对人生 还没那么多的那个僵化而固定的一些 他真诚 他真诚 别人的危险就是他的危险 他自然的投射 他觉得很急吗 对对对对 大家会觉得这个是什么好急的 对对对对 成长的成长到底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 讲到这里好像在成长之前的那个孩子真的好天真 看这个世界的眼睛是这么的真诚而那个真实 经过成长 所以成长不管是好还是坏 我们都没办法避免 我们都要成长 所以教育 我相信教育没有不好 教育应该是努力朝好的方向去走 只是这个过程 是不是被扭曲的 讲到教育 我们会想到说 很多父母亲对教育的看法不太一样 有些父母亲就细心的安排小孩子 从很小就送进比较好的幼稚园 双语或者什么 他觉得那个环境很重要 然后送的比较好的老师的学校 比如私立学校 那私立学校通常老师真的是经过比较挑选过的 因为对你还是会特别好 因为你付的钱比较多 那对到底什么是比较好的教育 那我们最近你们出了一本书 天红战队小学 那是一本非常轰动的在印尼 听说是破了印尼的所有出版师的记录一本书 他讲的就是一个小学 可是他刚好就有点讽刺的是 他这个小学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是 听说你很喜欢这本书 我非常喜欢 不是因为它是你们出版的 对 这本书 这个是作者的第一本书 在印尼卖了500万本 这本书出来的时候我看的不是成书的 是稿子 我看到稿子的时候我就打架给编辑 我说你们去哪里找的这种书 我是边掉眼泪边看 是边掉眼泪边看 不管是笑出眼泪来或者是感动 编辑也告诉我 说他是边哭边来编这本书 我觉得一辈子自己一辈子受到老师的影响是很大 虽然我在学校时间很短 我在高中就离开学校了 我碰到的好的老师 一般的老师很多 好的老师 我印象深刻的有几个好的老师 对我影响都非常的深远 但是碰到很多不好的老师 很莫名其妙的老师 好与不好 对对对 我觉得老师这个工作很特别 自己如果不是没有好的影响小孩子的话 就不要做这个工作 可以做别的事情 别的事情比这个好赚得多 那这个天宏在那小学 整本书最让我感动的 其实就是老师 那个老师是很小 小孩就是在我们来看是小孩了 14岁15岁 15岁一个女孩子 而且那个校长哈凡先生 他基本上是个老师 他教了51年 对刚好相反 一个很老 一个很小的 我看了这个书以后 我自己想到 我自己当初两个小孩 我的经验在台湾小孩 如果在台北市 你送到附近的学校去上学 那个学校如果不幸是一个升学率 要求很高的学校的话 那真的是一场 我讲灾难不好意思 因为那个校长老师 我也都熟 但是真的全心全意 因为他们要家长给校长压力 校长给老师压力 老师回过来给学生压力 这个压力是循环的 他们就是要看分数 所以我常常觉得小孩子上学是很开心的 可是当第一次月考以后 我们90%的孩子 都是为了考试在学习 本来开始学东西 只是为了很基本的需要 比如说我想看卡通 看得懂字幕 这么简单的一个 那我想会简单算 我买东西会找钱 慢慢的这些趣味都没有了 就全都是为了考试 为了把别人击败 为了竞争 为了自己出头 所以从小我们就接受各种莫名的恐惧 所以你要好好读书 否则你考试考不好 你考不好 你就会编到放牛班 你就考不上中学 考不上高中 你就让人家看不起 你就考不上大学 考不上大学 考不上好的大学 你就找不到工作 你找不到工作 你就娶不到太太 娶不到好的老婆 就嫁不掉 你的人生就是从小到大 整个人生就完蛋了 全部都是在恐惧里面长大 对 所以当初我是希望我的小孩 不要接受这些 所以我 小姚你相信吗 我的两个小孩 现在都大学毕业一个拿到硕士了 我从小到大 我没有看过他们成绩单 这这点了不起 我真的 我一直到最近 他们去年两个人送我一个 父亲姐送我一个礼物 是我女儿画了一幅 我的画像 孩子在下面写 说他们终于知道 在一个没有恐惧的环境里面长大 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我从来 而且他们 后来因为台湾的竞争太激烈了 刚好 有这个机会 我就把他送到国外去念说 那在国外念说 说考试考不好 他会 就是自己掉眼泪 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个不是世界末日 对不对 你只要有自己晓得自己的长处在哪里 你用你的长处让他知道你不是傻瓜就行了 这个有什么了不起 数学考不好 我说你怎么那么像我 我数学考不好 从小就是帮他撑腰 那我一直想试试看 但是我一直希望他自己有阅读的习惯 你自己要去找书读 你要养成阅读 甚至我跟他们讲说 阅读要把它当做第四餐 就你早餐中餐晚餐 你一餐不吃就会饿 就是习惯 你一天不看书 你就不舒服 没错 你最少养成这个习惯 阅读的习惯做什么呢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 你想亲近的人 他的知识 你想 享受他启蒙的 你可以透过阅读 很自由 你懂英文就等于是 你本来手机充电 只能在台湾充电 你可以美国世界里 你会懂一种语言 就等于是插上那种 那种转换器 你就可以接受他的知识 学习的基本的态度 应该是这个样子 是个乐趣 而不是痛苦 你不要考试考不好 就觉得很痛苦 那学知识做什么呢 那天红战队小学 我送小朋友到国外去 又回来 因为我发现 如果他真的有这个小学 我真的愿意送他去那里 这个学校真的是 真的是那个 这个校长是我看到 到现在为止 我看到最棒的教育 教育工作者 他的硬体设备是最糟的 甚至于整个学校 他用一个形容说 只要有一个发情的供养 冲过去 那个需要就回了 好像摇摇欲坠的一个学校 他的好玩在于 你怎么样想都不知道 他教育是怎么进行的 你很难想象说 这么穷 这么破 那么没有资源 甚至于生病的时候 只要吃一颗药丸 什么病都吃同一种药丸 那种缺乏到 难以想象 那教育是什么 刚才社长 我觉得你有一个能力是 用非常简单的话语 讲到事情的重点 比如讲到教育 你说分数 很多人家长听这个 听不进去说 分数不重要 那什么重要 受教育不是将来长大 找份工作 结婚生子 一个很成功的人生 受教育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 回到教育的本质 曾经有人问一句话说 如果这世界上没有其他人 你会不会受教育 不会啊 因为你跟外面的世界 不需要接触 因为已经没有人 这个世界都没有人 所以教育的本质 就像社长刚才讲说 刚开始的教育目的 只是学会一些基本东西 可以去认识智 干什么干什么 他基本的乐趣在于 他必须要这个东西 才能够跟外面的世界 接触而已 他不是为了要 打败别人的 对 我告诉小朋友说 他们要上学之前 其实我 我都很正式的 开着车子上街 跟他们讲一件事 我说 你在那个卖什么东西吗 他说不知道 所以说你想吃面还是吃饭 你要看这个 我带他们看卡通 我说你知道他写上不知道 所以你要学 刚开始我是这样告诉他们 基本上教育本来是刚开始 然后等他们试制之后 我带他们上街 说这个招牌 看得懂了 好不好看 不好看 为什么不好看 那我再带他去 这个招牌 这个招牌很漂亮 为什么漂亮 我是开始告诉他们这个东西 那是很基本的学习的一种 一种动力 一种动机 真的不是为了考试 考试分不出高低来 事实上我觉得台湾的很多教育 刚才讲的尤其是明星学校 尤其是国小 国小就开始B以外 到了国中要升学 据我了解 那个明星学校的上课第一件事情 眼睛还没有睁开 就是一张考卷 就是一张考卷下来 然后那个考卷硬的模模糊糊的 就开始填 就开始填鸭 我们所谓填鸭就是这个 就一直填填填 填鸭最后三年后去考试的时候 他不用什么思考 他就一直填 他都可以考第一志愿 然后经过这样的恐惧长大的小孩 通常到了一个 他不要再受教育的时候 他绝对不再受教育了 他绝对不再看书了 因为过去的所有经验都是坏的 夏宜你讲的对 我今天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讲出我对 这个好学校毕业的人的心理的尊敬 我真的对考了上大学 尤其是好的大学 尤其是拿到博士学的 我都非常的佩服 我这个佩服 如果写成文章的话 应该是加引号的那个佩服 我在想说他怎么能够 在这样子的压迫底下 一路这样走 一路上都没有反抗 我真佩服 就把自己说成他们要的那个样子 今天是方形的 我就变成方形的 菱形的变成菱形 我真的内心的佩服是这样的 我举个例子 我理想我怎么可能在学校把书念好 我们高中上过三民主义 我记得以前考试 我看到那个题目以后 我那一整堂考试 我的脑筋响着 我的魂魄早就飞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他说三民主义是我们建国 一方略 二方针 三蓝图 四什么 五以上皆是 我看了这个东西以后 我想到是什么 我很快了 像电脑一样 我就想到说 孙中山当初是在夏威夷的华人 那个地方懂日文 懂有受英文日文教育的机会 所以他看了美国的三权分立 看了日本的这些东西 当时满清政府的时候 他就不错有这种民主的思想 于是他就把美国日本的这些东西弄一弄 就变成五权分立 然后三民主义 他回来回到中国的时候 传播这个观念 他可能碰到像朋友里面 比如说有像夏威夷一样有文采的人 就说一千兄 我帮你认一下好了 因为你从头到尾都讲方针 我帮你锐一锐 于是这个地方改成蓝图 那个地方改成方针 那个地方改成它的什么方略 那你怎么拿这个来考我们 我觉得考试的莫名其妙 我脑筋里面就想这个东西 你就没办法答了 我就没办法答 那我想到说 苏东坡是西元几年生的 我想他今天跟我什么关系 苏世至子沾西元几年生 你知道我想我记得他里面 我还记得那个老师B 我因为我哀咒 因为考不好 他说苏东坡是四川梅州人 所以有人叫他苏梅州 我那时候看了读这个时候 我自己好笑 我说蒋中正还好他不是跟我同乡 脏话人 要不然就变成讲脏话 我自己看了这个东西 我自己笑出来 如果说老师在旁边讲 你在笑什么 我那时候觉得就是 那个时候我们念苏东坡 是念这个东西吗 这个跟我们念他的文章 我念苏东坡 我只觉得说第一个 这个人还好 他官都没有做得很好 他官做得很好 我告诉各位 他今天没有这个大文好 你看他的文章 抒发他的胸怀 大部分都是在官当不好的时候 不得志的时候 我说还好 那时候我看了他的生平之后 我讲说还有这个人官没有当好 所以我们现在 可以读到这么好的东西 可是我们好的东西 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怎么去作答呢 所以经过这样 很长一段受教育过程中 要回答这么多的答案 要答对的人 他必须委屈自己 改变自己的一些想法 才能够去填对 然后分数很高 我们休息一下